未免冠军来切斯特星期六主场对阵博恩利 双方开局后稳扎稳打 直到第45分钟 拉湖的斯利玛尼一记头锤破门 1比0 这也是阿尔吉利亚球星在英超的首个进球 意义重大 6分钟后 斯利玛尼逼近龙门 再一记头锤破网 每开二赌2比0 比赛来到第78分钟 博恩利后卫伸脚将皮球挡进自家龙门 为对手奉上一球 3比0 莱切斯特奠定胜举 对斯利玛尼 对斯利玛尼非常好 斯利玛尼做得很好的表演 同时是他的团队 赢了两次 但他和VARD和其他团队 他也很厉害 我们赢了他这种角色 第五轮较量的另一场焦点战 是在曼氏主场开打的赛事 曼氏在第15分钟打破僵局 博恩茅斯禁区犯规 德布朗内得到滑球机会 轻松入门 曼氏1比0领先 曼氏在第25分钟扩大比分 德布朗内制造机会 再由伊赫纳桥打入空门 曼氏2比0 换边之后第48分钟 曼氏再下一球 3比0 第66分钟 德国籍球员 金多安推射破门 完成加盟 英朝后的处子入门 为曼氏奠定胜局 4比0 瓜帅掌舵曼氏之后 创下八战八胜的 不败记录 仅仅丢失四球 传球成功率高达 百分之八十九 成为足坛加化 这不是什么我说过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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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比较比较 赢得比较 赢得比较 比较比较 第一次比较 我们有很多 因为有十几次 在那里 我们有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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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步 去改变 至于另一场 焦点战 则有利物浦克场 2比1 战胜切尔西 我们有十几次